如何申请借外借兔签证 我们就是有一个感觉 就是借外借兔签证呢 通常就是高校 邀请国内的高校来做交换学者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方面的 就是美国很多私人机构 你达到一定的条件 其实可以向国务院批准的 这种借外借兔的签证代理机构 申请一些名额 就是我自己曾经办过的 就是你一个公司 就是要雇员达到 比如说10人以上 或者是销售额达到 一年100万美元以上 其实你这个小的公司 也可以申请借外工作者签证 你可以把国内的人 请到你公司培训一年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但是你一定要有 有给那个发放 J1DS2019的那个机构 进行一个合同 你给他们交纳管理费 这个是可以的 是一个诀窍 所以首先大家就是一个错觉 就是J1J2并不是说 只限于高校 你这个私人公司 达到一定的条件 你也可以申请J1J2 这种交换工作者签证 所以J1J2它不只是交换学者 还有交换工作者 那么你怎么申请这个签证呢 就是你首先就是要拿到这个机构的DS2019表 就是你的小公司 虽然没有权利的话 但是你给那个有国务院批准的J1J2的机构签一个合约 这个机构就可以给你发这个DS2019表 DS2019表拿到之后 你就交那个CPSP填那个I901表 那么填了这些表格之后 你要就是准备这个公司 为什么邀请他来 这个公司你说明一下情况 在美国的网站 网页这个印出来的资料 包括税表 包括这个业务范围 就是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培训这个外国的这个员工 同时呢 外国员工要证明自己的非移民倾向 他就是要说明就是在短期的一年 这个培训之后呢 不会因此留在美国 他就是说要有自己的稳定的工作啊 要有房产 要有汽车啊 要有这个很好的工资 有个人数的税啊 这些资料就证明他的非移民倾向 那么填写那个DS-160表 网上填写之后交费 就到北京或者上海 这样美国驻华使使领馆 去签这个J1签证 签完这个J1签证 这个同时的话 配偶和214以下的子女 也可以签这个J2签证 在签证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个使领馆判断 他给你这个J1签证的左下角 有没有一个批注 这个批注叫subject to 212E 那么他如果是填这个的话呢 你就说的意思就是 你在这个J1项目完成之后 两年内必须返回中国 那么如果他要给你上面写个 not subject to 212E 那么你这个两年工作 工作这个是交换工作一年之后 就不用返回美国 那这个有些时候呢 它上面没有写 那你要看你的DS-2019表 那2019表也有这一项 就是subject还是not subject 你这个就判断你以后J1 就是完成这个交换工作之后 是否要回国服务两年 如果是有212E的限制的话 你就要转换其他H1的身份 或者要申请绿卡 或者跟美国公民结婚申请绿卡 都要申请那个212E的豁免 这是另外一套程序 你必须完成 谢谢 请继续